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台发表了一番言论 应该是可能是这个 因为美国的这种类似talk show 节目很多了 那川普现在经常露面 很多中文媒体 甭说中文媒体了 包括英文媒体很多 很难去这么涵盖 川普说习近平允许冠状病毒传播的理论 是因为我对中共国打击的做得很好 太好了 这篇原文来自于布伦巴特 那我看过他整个原文的概念 川普讲话 他不逼急了 他不那么说 大概讲述的意思就是 在有关病毒来处的问题 其实他触及的内容是个老话题 但老话题当中就谈到了说 这个病毒是来自于中共国 而对美国伤害是最大 其实就是对西方当代精英文明的社会伤害最大 在宗教上说呢 是对西方宗教所影响的地区带来伤害 如果你换个角度来讲 从科学角度来讲 你会看到他涵盖的氛围就更 相对更准确 从科学角度来讲 你看到韩国 日本 他的影响面 就是他的影响面都可以能够感受到 人们不愿意这么看 是因为人们对生命认知的基点 我以为太低了 太低了 所以你看到都是束手无策 我不认为科学发现了他的根本原因 所以发现不了根本原因之后 就只剩下打针了 只剩下打针了 那川普这个说法呢 是蛮特别的 有差非常自我自己的一个层面 但是呢 他确实也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 其实中共代表着真正的 最后的撒旦的魔鬼 人呢 一永远查 我以为人永远查不到他的源头 因为他来自于撒旦 但是我们会看到 在人间罪恶的人 借助他 利用他 来自于宅 我还能感觉到他 尼尔 我 在 你 感谢观看